PUSH 機車怎麼可能發不動啊 機車你再怎麼樣隨便 了不起 像現在噴射引擎的 了不起最多兩次啊 了不起一次 我還沒遇過我的車子之後 這樣子一直按 一直按 然後發不起來了 怎麼可能啊 壞了吧 你們的車也太爛了吧 所以說啦 玩了這個遊戲之後 有沒有一個被教育的感覺 平常不管汽車還是機車 有事沒事就發一下保養一下 搞什麼啦 緊要關頭的時候在這邊出包 就比如說啦 你好不容易交到女朋友了 第一次要出去約會對不對 女朋友就在旁邊等你發車 等你開 開車還怎麼樣 不管是機車你就在 然後就起不來 的時候你不會覺得很尷尬嗎 然後就然後四輪也是 然後哪一個 你會不會覺得自己很尷尬 說平常為什麼不去好好的弄一弄 馬上你的 嘖 這種感覺就沒有了你知道嗎 說不定就有一群人就是 發不起來嘛 三次發不起來 然後女朋友就走了 你就沒有女朋友了 你看 現在摩托車沒有採很少 基本上你怎麼可能還採發啦 沒有了啦 現在都是噴射了 還採發 擋車也不一定可以採了好不好 你知道女朋友出去玩 你在那邊採發 你知道多多多多丟臉嗎 欸 女朋友漂漂亮亮 站在旁邊 然後大家買有東西要走了 旁邊都是人嘛 路人逛街嘛 你就車在那邊採 那是以前的好不好 現在沒有了 還在那邊採發 然後坐在那個 坐在那個野狼上面這樣 你不覺得自己很下桿嗎 而且天氣那麼熱 然後在那邊曬到都流汗 哈哈 咖啡機 去買一點新一點的車 平常要保養 記不記得 記不記得啊 說好話你們要記得 呃